就发现这个灯光照下来 发现这个墙面 就是起了很大的一个鼓 我父亲也邀请了他们 就邀请了这个墙部的 还有装修公司的负责人 过来查看了这个情况 这个地方是发霉 然后发青的一个状态 包括这个地方都是有的 然后像这个地方 你看都是有水渍 洪女士这套房子 在绍兴科桥的圆龙紫薇府 客厅这面墙的另一边 就是卫生间的淋浴房 她说去年找了绍兴 寒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做了装修半包 明细里有一项 卫生间墙面防水处理 2.4米高 合同里写着 卫生间防渗落工程 保修期为5年 我们当时那个淋浴房 那个地方是贴了一个 岩板的 然后他当时说 那个岩板是我们自己贴的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 给岩板的那个公司 他说这个你很明显 就是防水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去找那个 就是跟那个装修公司沟通 他百分之百 确定他防水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说不该我来那个承担的 洪女士说 他们到现在 也没有办法确定 渗水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老婆说这现在渗满了 你防水啊 做好了 他也不会往床外渗的 你防水做得再好 他瓷砖下面 如果说持续有水的话 很可能墙体会有潮气的 他那种防水 他防一次性的那种水 但是你说他长期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跟一个容器一样 他灌着水的话 他墙体有点潮气是很正常的 而且我们 那个墙体他鼓包的话 我们看了也仅仅是一点潮气的问题 他的淋浴房下面那个瓷砖 下面有积水 这个事情是百分之百可以确定的 对吧 因为现场你也拍了视频了 就是淋浴房一放水的话 他从那个缝隙处 从那个缝隙处是咕咕咕往下进水的 洪女士的父亲说 当时是负责严版的赵老板 找的拼贴师傅 那就是环水没做好才会渗水症进去 环水如果做好了 自己渗不了 是吧 他如果是桌里面积水的 他要漏先漏到底下 楼下去 下入感有问题的话 他的楼下一定会渗水 因为楼下现在是毛坯 我们整个看过去 两个卫生间里 包括客厅上面这些地方 全部都是没有任何痕迹的 没有任何水渍的 所以说我们的防水做的 这是可以排除掉这个问题的 洪女士的父亲还是怀疑 会不会是卫生间墙面防水 没有做好的原因 拆掉之后 连衣房下面的水先清理干净 晾了两天 把水先清理干净 然后铺贴完了之后 把这个胶打好 然后如果这个问题 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 已经不再出现了 那就说明没有任何问题了 连衣房里面的研板 本来就不是我们装的 如果我现在去直接去处理这个问题 万一处理完了以后 到时候哪里还有一点点问题的话 这个责任全部归结到我身上来了 陈总说 解决这个问题估计是一两个工时的事情 费用大概也就一两千 后来洪女士的父亲联系了 研板方面的师傅来现场 确认研板下有水 不过他们表示 这个水不会渗到墙外 装修公司和研板方面意见还是不太一致 洪女士的父亲表示 之后会找第三方来检测鉴定 再和他们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